这是你能够买到的野价比最高的一台车 热爱生活的请你看完 热爱硬核的你也别抬杠 它就是我身后的这台 不用充电的电四驱轻野SUVBJ30 你别看它这个名字是BJ30 但是我觉得它整个车身尺寸还是挺大的 它的整个车长是做到4730 然后整个车宽是做到一个1910 然后车高是做到了一个1790 然后轴距是做到一个2820毫米 所以说我觉得我站在它身边是有一点点反差感的 我开头也说了 它提出一个很有趣的概念叫野价比 其实这个也很好理解 就是越野性价比 那咱们先来说越野 再来说性价比 其实它整个外观 我就不多说真的很越野 毕竟BJ一直是做越野起家的 整个的还是家族式的一个前脸 隔山式的一个贯穿式的灯带 就看起来就很硬核 包括上面还有这种很机甲风的一个凌厉的金线 包括整个的车身 车头看起来也是一种方方正正的一个方盒子的感觉 来到车侧就可以看到 它是搭配了一个19寸的大脚 然后上面还有这种很宽的一个轮煤的设计 轮煤上还有很性感的小轮煤灯的一个设计 然后可以看到它整个前弦做的也是挺短的 所以它接近讲的是一个25度 毕竟咱说越野嘛 这个对于一个轻度越野的SUV来讲 我觉得是够用了 铝合金的一个行李架 然后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传统式的机械门把手 下面还有这个小踏板 车尾依然有这种小轮煤灯的设计 但是我更喜欢是它上面有一个这种双拼色的贯穿式的小设计 然后它上面这个全14区的logo 还搭配了一个小山水画的涂装 其实我个人是很吃这种小设计的 车尾的小细节还是很多的 你看这还有一个防偷窥似的一个地形窗 而且它的后旋也是很短的 它的离去角是做到一个30度 然后最小的离系间隙 是做到一个215毫米 还是那句话 对于一个都市清越野来讲 我觉得还是比较优秀的了 BJ30的定位是一台都市舒适性清越野 所以别再问它为什么没有小背包了 而且它的后备箱空间我觉得还是非常可观的 这后备箱空间容积还可以了吧 而且我们这个车顶架上还是可以搭一个车顶帐篷的 爬上爬下没压力最大承重300公斤 看看夜晚看看星空多么美好的一件事 前排我们就快速过一下 因为我着重要说的是一会后面的环节 但是我个人还是要说我非常喜欢它金属质感的游艇换挡挡扮 就是有一点点赛博朋克的风格 然后它下面这个超级大的旋钮看见了吗 其实它是一个机种驾驶模式的调节 可以说是一个全地形了 然后我个人又有一小细节我挺喜欢 就是它这个门把 你看有点像那种扭扣式 就是很复古 这个格调感一下就拉上去了 这不是在电影院 车内影音都给你配齐了 咱们刚才想看星空看星空 想车内看电影 咱们就看电影 这个感觉才叫舒服 还记得我开头说的吗 这是一台不用充电的电四驱 轻野SUV 但是其实说它是轻野SUV 我觉得它也没那么轻 看咱后面那个挑战了吗 而且其实它是一台HEV的车型 就是一个油混的车型 所以我觉得它在某些动力的方面 会比传统的燃油车型更加的强劲一些 整台BJ30的最大功率达到一个301千瓦 最大扭矩达到一个685牛米 而且它还是一个前后双电机 它的前桥最大功率达到一个130千瓦 它的后桥达到一个55千瓦 所以说在面对这些有一点点难度的越野挑战的时候 其实还是很轻松的 口说无凭 我上去体验一下 祝我好运 其实我还有点紧张 咱们这种坡度 其实我觉得还挺高的 对于咱们这种都市轻越野SUV来讲 对目前这个坡度的话最高的坡度可以达到29度 那咱们这主要考验是咱们一个车型的一个什么能力 这个坡度主要考验车辆的一个接近角离去角 纵向通过角以及它的爬坡能力 然后这就是一个滑轮组 对这个滑轮组 主要测试车辆的一个限滑的一个性能 像这前面的坡度 它主要是一个侧坡 最大的倾斜度可以达到-25度 然后主要考验的是车辆的一个刚性 我们一直在提野价比野价比 除了越野呢 当然性价比也是很重要的 这台车呢 刚刚我偷偷打听一下 它的售价可能是在12万到15万一个区间 当然我说的是这个HEV的版本 当然有可能呢 价格会更加的惊喜一些 但是我们要想啊 这个价格呢 其实我们是买到一台 可以让你在车内看看电影 然后在车顶呢 看看星空 并且还能够实现一些稍稍上上强度的越野项目 我觉得呢 整体的性价比还是拉的比较满的 所以说我身后这台BJ30 你有没有心动呢